我們把我們的櫃子東西全部拿下來看起來很乾淨 但是我們現在地板上是一個爆炸亂的狀態 那我們剛剛把我們的電線也都拔掉 就是我們原本充手機啊充任何東西的小小行動電源的地方 我們也把線全部都拆掉了 我待會想要再把線藏好一點點 然後把上面那個台燈走的線也把它全部藏到我們的櫃子後面 你看現在應該是還蠻OK的狀態 就是你看不太到線 但你看得到兩個束帶在那邊啦 就再看看怎麼樣把我們該有的東西 會用到的東西必要的東西放到這個櫃子上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每天都會看到 然後我在這樣拍生活影片也會每天看到的東西 所以我就需要把一些不必要的東西就把它丟到櫃子裡 那必要我們就繼續放到櫃子裡 一樣我們也要把我們的器材全部列出來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地上有什麼東西吧